这儿就是王兄所说的地方了 鬼神祭坛应该就在这扇门后 阿兄 这形状跟刚刚的福音好像 待我确认一番 得再找到另外两枚福音 福音是被外力撬掉的 是人还是 不是人类的足音 也不像动物呢 恐怕是妖魔 妖魔 妖魔撬下了福音 足迹一路往外去 大概被带走了 走 咱们去瞧瞧 可能还有一窝狼崽子 这儿是他们的狩猎区 待会儿小心点 阿兄 你怎么知道的 看脚印 脚印 只要细心观察 脚印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阿兄教你啊 观察布宽和布幅 计算目标的体积和数据 还有观察痕迹身体的金具 测试 我怎么都看不出来 阿兄这些人在山里 可不是白货呢 可不是白货呢 阿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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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几只小妖魔罢了 可是 这 香儿别担心 阿兄的神兽啊 打这些疲劳 就像打小狗一样 那 那我也来帮忙 好 那香儿帮我 鼓尽诸威 兴奕 此处找找吧 奇怪 怎么只有一枚 会不会 在别的地方 像是 被藏到其他巢穴 有可能 再找找吧 是人类的足迹 有人在我们之前 来过这里 说不准 被他拿走了 该不会就是 王兄说的那名 绿衣女子 不像女子的足迹啊 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吧 因为闪闪发亮的 便带回巢穴了 怪不得 门上的福音 会被抓下来 这人走得有点匆忙 看来他是趁狼群外出使 进了狼穴 真狡猾 咱们不也是 不太妙 有几头披狼追踪他 阿兄你看 他死了吗 是匹狼 这齿痕 恐怕是个大假伙 狼群最为记恨 这人闯进狼穴 留下了气味 匹狼必定与他不死不休 那我们不也被盯上了 事情办妥 我们就赶紧离开此地 远走高飞 没有福音 他身上 什么也没有 难道 被人洗劫了 有人来过 走 这父亲来往的足迹太多 便认不出来了 约摸士进村了吧 进去探探消息 阿兄 要不就算了吧 香儿 怎么了 我觉得 现在这样也挺好 不会咳嗽 也不会累 还不用喝苦药呢 香儿 还没找到鬼神祭坛 阿兄就已经对付了 这么多的妖魔 我知道阿兄武艺高强 可这样一路打杀下去 也不是办法 你看 村外那人 傻丫头 瞎操心哪 你让阿兄我呀 阿兄 我是说认真的 香儿 你听我说 好 阿兄已经答应那位大王 要去商山找莫者 是 阿兄也答应过 要好好照顾你 既然两件事都还没办到 就没有办徒儿妃的道理 可是 君子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是吧 可不能让你阿兄做了小人 嗯 嗯 阿修 你看 嗯 福音 真的 星儿真厉害 喜欢就看看呢 你卖的东西挺有意思啊 东西是有意思 就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要买的意思 怎么卖啊 三千 三千 这玩意儿有什么讲究 这是百年一出的祥瑞之物 名幻金戈十重 金主杀法 司掌宾科之事 随身佩戴 可以百战不殆 如果拿去当作断也的斧材呢 可以让你的刀剑长保丰锐 薛金断玉 不在话下 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自己用 我生性胆小 欠不得杀法 怕死 哦 那 从死人身上拿东西 就不怕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懂 这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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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妖魔 救命啊 阿修 用那个 不行 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